工商社會時間寶貴 交通行動力幾乎等同生產力 白天的汽機車噪音 大家相忍衛生火 但是休息時間的速度與激情 聽來無比刺耳 當聯合取締抓不勝抓 從硬體加重力道 能解決問題嗎 挑選檢舉熱點 機場人員 架起移動式聲音照相 接著監看系統 看看是哪位用車人 在時速五十公里的速限之內 噪音超過八十六分貝 以臺北市為例 包括固定式 一共二三套聲音照相設施 今年截至七月 已經取締告發了一千零八十五件超標 超過前一年總數了一半 不過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固定式聲音照相的設置點位 並不是永久性 有可能基於民眾的陳情熱區 或者是警政單位 所反映的一標車路段 來做出調整 像是以臺北市民權動路六段 這套系統為例 就是近一個月才移到這裡 我們大概至少半年 到大概兩三個月 就會做一次評估 就是他這個取締的數量 有下降的一個趨勢的話 那我們就會認為說 民眾可能會知道說 這邊已經有聲音照相的設置了 或者說這地點本來就不太適合 就是沒有這些噪音車的出現 那我們就會做調整 環境部統計 環保案件陳情 噪音依然穩居大宗 攤開來源類別 和營建工程 娛樂場所 擴音設施 或是工廠 和路上產生的吵雜聲相比 汽機車 百分之三十二的占比 高居第一 聲音照相啟動三年多來 全國已經累計處分一萬四千零六件 財發總金額更高達三千四百八十二點三萬元 眼看部分民眾依然質疑 設點不精確 影響成效 在行政院編列的五千兩百二十萬 預算支持下 環境部確定擴大撒網 甚至不排除上修罰則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調高一次我們的財發準則 就對於一些夜間或特定區域 比如說學校 醫院 這種敏感受體點的地方 我們就已經可以加倍的處罰 排氣管改裝的這個部分 這種行為法的部分 我們原來三千的部分 也可以因為夜間或特定區域 變成六千 或者是這個情節重大的情況 我們就考慮跟交通部一樣 來做一個吊銷駕照的一個要求 這樣子 這是都目前在考慮之列 回到問題的源頭 不論四輪或兩輪 車友到底為什麼想改管 就是之後人們的改裝 通常都是為了提升 就是自己車輛的獨特性 那還有就是馬力的提升 聲音會特別大聲 那就是因為裡面的消音結構很少 那藉由回壓管 它的氣體的迂回 讓聲音不會那麼大的 就是明顯的提升 代速時的排氣聲 聽來低沉而穩定 就算騎上路 也不那麼讓人反感 另一道防造大所 2024年已經開跑 針對改裝排氣管 展開認證檢測 而噪音標準 未來參照歐洲和日本 動態運轉時低於74分貝 靜態則不能高過87分貝 新的開發規則 也將於明年全面啟動 衝擊的不止車友 不憑廠商想做生意也必須自律 這近五年我們預估市場的中產值大概是30億 就是在合格的範圍內 那也能夠有效的提升 就是所謂的動力 在政府的法令 決定下來了以後 它符合這個規範 我們反而覺得 這個是好的方向 明確的規範 讓大家的遊戲規則都更清楚 加強規範的本意 並非互相傷害 而是舒適的生活環境 生活在這個都市的每個層面 都有維護義務 TVB的新聞羅世鵬 依岳甫 台北新北三高島 TVB的新聞羅世鵬 依岳甫 中文字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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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